观众 咱们今天拍570感兴趣不 570啊 你是不是傻啊 570呢 570呢 16万吧 咱们今天拍 BIG 5.7 有钱了 买大570代步合理吗 这辆车叫LX570 官方价格129.1万 天津港最新信息提车估计200万左右 在我们身边 很多有钱人选择这辆车做一个代步工具 合理吗 假设这是陆寻 给他拿过来 收拾收拾 打扮一下 换摊衣服 最重要的是 让他闭嘴 这就是LX570 所以大570视觉质感必然高级 内饰有岁数大豪车的厚重感 厚重感是啥意思呢 比如你的领导 胳膊杂高 生活作风也轻浮 但是他能决定你的范碗 这就是厚重感 我领导是个屁啊 喂 你去你 这个控制大屏幕的不敢 像老胶片相机一样难用 早晚被淘汰一懂 但看着就是比触屏有范 有点像我头一根追那小姑娘 不太好拿捏 这个能调节车身高度 有三道 这个是中央插速所 这个叫坦克掉头 正常是这么拐弯 坦克掉头是把后轮锁死 能够缩小转弯半径 这个是低速爬坡功能 开启后能自动爬坡 降低越野的难度 大武器的内核和LC200是一样的 谈不上纯硬核 但是在当今民用车里 已经算了小数了 不过电子的东西 有时在极端条件下并不可靠 这代大武器最著名的事件 就是2016年跳档事件 2016年车评人陈震 驾驶一辆雷克萨斯LX570去野外 期间使用自动爬坡功能爬坡时 车辆由D档跳到了N档 随后雷克萨斯官方发布道歉公告 并承认车辆设计有问题 史称跳档事件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一辆非常靠谱的越野车 它在中东叫金骆驼 可是大武器的越野性能 极少被车主使用 开了一万多公里 这下按钮从来没用过 车主买这样的车 更多的是用来日常代步 我们也想知道用这车代步 到底是什么感觉 上车第一个感觉 是视觉很大 坐在驾驶位 感觉车非常宽 感觉自己哪都进不去 但其实这车宽1980毫米 还没有宝马X5宽 大武器是V8发动机 动力储备非常足 但调校的输出并没有那么猛 有点像管同 特聪明的一个孩子 但是日常接触起来 总感觉 就挺可爱的 这辆车破摆时间不到八脑 其实还行 刹车时你会觉得 这车刹车线非常长 前段没有感觉 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后头 刹车时的心理非常没底 为了耐用 这车没用空气选架 而是液压压 过滤室内的电波 油刃有余 但是支撑性非常不足 如果是X5 在变道时是这种精准感 大武器就是这种感觉 后排空间比我们预想的要小 由于这辆车底部有大凉 车内地台有点高 坐着的时候 影响腿部舒适感 中央扶手也有点低 所以从日常驾驶 待步角度评价 我们给大武器一个极低的分数 被缆胜甩得很远 但是 土豪待步车和待步车 是属性不同的东西 我们买待步车时 是多方面考虑 而土豪待步车 有两点特征 第一点属于 我喜欢 比如这辆车车主 它灵质两个字 有情怀 第二点是 我要看起来很不一样 目前揽胜行政在街上越来越多 平行进口便宜 在一百多万中下来 家常的大概在一百二十多万 就可以搞定 这个时候你再花一百五十万 到两百万买路虎 效果和感觉就会大打折扣 很有钱人和有钱人 拉不开层次了 但是你买了大武器 不会有人说这辆车底盘如何 他们只会说 这车全半年来 得他们两百来万 真 体面不重要 你觉得我体面才重要 雷克萨特推出这款车的初补中 不是 别不激畅 电他吉隆 不 在其他人 打扣 里面 快 偶尔德 帝 宝负 杀 予 你 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